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菊子花 这一盆菊子花经过了换盆之后 它冒出非常多的新芽 就给它使用过一次花多多一号 那么它现在快速的把这些新芽新叶长得非常翠绿 它现在已经是长叶了 我们就要给它补肥 这样才有利于它正常生长 但是发现这些叶片有点发黄 叶片发黄的因素有多种 我们先留解一下这个叶片 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叶片发黄的 我们再对症煞药 这样才有效的把它改善叶片的发黄 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片叶片开始了解 像这一片叶片边缘发黄 而它的里面叶脉仍清的话 它就是缺乏了铁岩素 那么既然它缺乏铁岩素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补充铁岩素 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铁岩素的话 它就会慢慢的整颗菊子花的叶片 都会变黄 像现在不是太严重的话 我们一定要继续的给它补充铁岩素 这样才有效的防止叶片发黄蔓延 这种硫酸铁呢 它含的铁岩素是90% 它可以促进光合中用防止叶片发黄 还有就是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最主要的就是补充铁岩素 使用方法简单 就是一比一千的比例 细细水 因为菊子花它是典型的水酸性植物 我们使用这种油酸亚铁 每隔15天定时的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就很有效的防止叶片发黄 在它展业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给它补充养分 如果养分不足也会引起叶片发黄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补充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呢 里面不仅含有蛋铃甲元素 还含有其他微量元素 硫 膨 铅 氧 氧化美 这些微量元素 都很有效的补充叶片 所施要的某一种微量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刚好给它互相补充养分 就会让叶片油光吹力 防止叶片发黄了 那么只要我们养护得到来年 就可以欣赏到菊子花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菊子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